简安相公所获得补助300万元的经费 增建相公所无障碍电梯设施 同时也改善了办公厅设地平、墙面 还有屋顶防水等多项工程 预计在110年6月份可以完工 届时将可以解决长久以来 二楼清明堂无障碍洽工品质问题 简安相公所厅设施数十年的老旧建筑 二楼动线长期缺乏无障碍电梯设施 为此,相公所团队积极寻求经费 获得县政府协助还有先议员周俊佑 林元傅、张正志、黄正傅、徐学玉及黄兴 等议员建议款溢注 让相公所社会福利建设可以更到位 这两年来其实我们尽量避免在清明堂办理活动 是因为每每看到我们的长辈、长者 在上下楼梯的这样的一个不适性的障碍影响 所以开启的是这个满满的不舍 那谢谢我们六位议员的议员款溢注 在我们的这个无障碍的设施里面 未来二楼的清明堂也会成为我们快乐乐活的 一个长辈的适性空间跟社团多功能使用的地方 那我们相信这个经费得来不易 我们希望今天湘工所未来的每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设铺层 都能够更到位 也能够更体恤到乡亲的需求 为了降低施工过程影响到民众洽工 湘工所建设客也和施工厂商调整施作工程范围 做好工程期的安全防护 而施工情节也造成民众洽工不变 请大家多多见谅 借着我们是金安湘报导